你好 歡迎收看影響世界 今天影響世界棚內的沙發上 放了一個小心地滑的標示 作為一個藝文節目 我認為這非常的有藝術氣息 藝術家一定有某一種想法 想藉由小心地滑的裝置 傳達給我們 今天非常歡迎 影響世界的好朋友 豆點的社長 陳夏銘跟我們聊聊他的新書 《那些乘客教我的事》 夏銘你好 惠玲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想你有義務跟我們解釋一下 為什麼把小心地滑這個標示 放到了一個藝文節目的棚內 因為這個小心地滑這個賽 就是出現在我的書的封面上 那這個書其實在講的 就是很多人跌倒的的過程 對 常常其實地上是滑的 然後放了那個標示 你還是會滑倒 就不小心 因為你可能腳底 那個鞋子磨平的 對 所以你可能走路的時候 就很小心這樣走 但還是會滑倒 但因為我書裡面有一篇 就是在講跌倒的模特兒 因為我很喜歡看模特兒跌倒 所以我會上YouTube 然後去搜尋關鍵字 就是model再加上fall 滑倒 對 滑倒 然後就是會去看 因為有時候心情很差的時候 我就會搜尋modelfall 然後就去看就是模特兒跌倒 然後你喜歡看人跌倒 對 但你比較喜歡看模特兒跌倒 尤其是在你工作壓力大 心情不好的時候 你會上網去google這樣子的關鍵字 看模特兒滑倒 因為這其實是一個很有哲學性的東西 好好 你好好解釋一下 看別人滑倒 為什麼是一個有哲學性的東西 你看那些model穿得非常的漂亮 然後他們是真的就是很漂亮 然後身上的衣服都是閃閃發亮的 但當他們真的開始在走秀的時候 他們其實身處在一個很不友善的環境 那個地板就是你如果一滑就一直往前衝那一種 太光 打得太亮了 然後那個鞋子也是 就是那鞋子可能這麼高吧 可能只有阿妹才可以走 你太誇張了 真的有這麼高嗎 有 就是有些鞋子是很驚人的 那當他們在這樣的狀態之下 又要走得很漂亮 所以他們其實一直努力 想要達到某一種平衡 但是 人生中最怕就是這個但是 就是就是他可能不小心 我也看過那個地板就是太 下面是空的嘛 結果高跟鞋太尖了嘛 結果就把那個地踩破了 整個人就甩下去 然後就會笑出來 這個時候陳夏明就好開心 對 大笑 然後另一個是說鞋子穿得太滑 然後他努力要撐住 但在撐住的那一瞬間 就是最好笑的地方 就是你會發現他的肢體就開始 就是這樣子一直搖晃 一直搖晃 然後就會甩下來 可是這個東西真的對於我來講 是很有哲學性的 好 你說 的東西是因為當我們看見 假設我們在路上看到一個 可能歐巴桑或是一個誰 跌倒了 我們可能不會笑 我們會把他扶起來 可是當我們看到model 就是穿著光鮮亮麗或是女明星 在舞台上面唱歌唱一唱 然後拔倒 就是大家都會一直replay三次嘛 就是要看他這樣好笑 那為什麼一個人 要想要維持住這個尊嚴的瞬間 會變成這麼好笑的 會變成人家的笑柄 為什麼呢 我也不知道 但是就是我常常 因為我壓力大的時候 我就會這樣看 然後我的朋友們就會 就是說你這沒有良心的 你就是活血人家 然後就是以別人的痛苦為樂 然後我就說好 那你說坐我旁邊 我就放一次給他看 然後他以為哈哈也會大笑 所以這時候就會覺得說 其實這個東西會有一種 超乎我們的理解 那當然這個東西 它只是一個影子而已 在我寫這本書的時候 其實我寫了很多的人的故事 那這些人可能都是在 人生當中不小心跌倒過 那包含我自己 所以說我在想就是 我想想的是說 當然封面上會出現 這樣一個小心地滑的立牌 還是說你要小心跌倒這件事情 然後你必須讓人家 你必須要很清楚說 有些地方是有困難的 你自己得小心 可是有時候 如果你真的不小心跌倒了 那也沒有關係 就是你暴露出那樣的醜態 那個又怎麼樣 因為這個世界態 有時候很變態 它就是要讓你 永遠都是光鮮亮麗的 然後讓別人看見你好的那一面 可是當你想要 一直始終去強調這個好的部分 美麗的部分的時候 你會刻意去忽略那些 你心裡面的傷痕 或者是一些困頓 可是人生沒有那麼簡單 對 所以我覺得 滑倒也沒關係 滑倒也沒關係 就是有一個人願意支撐你 那太棒了這樣子 對 然後默默地站起來 要站起來屁股拍拍 也沒有辦法 但是作為一個出版社的基地 在桃園的出版社老闆 其實你往來台北桃園 或者是說在台北打輸的時候 的這些交通工具上面 你碰到很多不一樣的乘客 對不對 對 因為其實乘客的概念是 對於我來講也有趣的 你知道地球就是一個 就是一個太空船 然後我們每個人都是乘客 它有點像是Beatles的那個 那個Yellow Summer Rain 對 那我的想法是 其實我們當我們自己坐上捷運 坐上可能火車 或是什麼時候 我們永遠不能夠決定 下一個坐在旁邊的人或是誰 對 或是哪一個人會拉著 站在你面前拉著那個拉環 你根本不知道那個或是誰 對 可是不代表說 當你不認識他 你就可以忽視他的存在 所以其實這本書裡面在 我想討論的是那一種 就是 有很多的人 例如說可能是街友 或者是可能是我們生命中 我們認定那個是瘋子 所以當這些人 有這樣的標籤存在的時候 我們下意識的都會迴避他 因為當他被貼上那些標籤的時候 那四周就會浮出一個結界 對 就是那個結界一出來 那個氣場一出來 每個人就會繞路離開 大家就不會靠近 對 甚至不想要坐他旁邊那個位置 對 或者是不願意看到他 就連看這個動作都不願意 視線就會往旁邊飄去 所以就會想說 就是如果這樣的話 那這本書裡面 或許可以 因為這個是 我自己在很多的狀況 也可能真的通車的過程 會遇到很多的故事 然後就是我忽然間理解到說 當我們面對自己可能不喜歡的人的時候 我們不能夠就眼睛別過去不看 我們反而更應該去看 因為當我們在看他們的時候 才會理解一件事情說 原來我們跟他沒有什麼太大的差異 下面要跟我們舉個例子嗎 舉個例子 例如說 我在火車站 就是我覺得火車 火車是一個常常出現奇異事件的地方 但火車站本身也是 因為火車站是很多的人在那邊等待 你會約在那邊一起出發 然後有一次我就遇到一個 一個就是歐巴桑在說電話 然後他就是一直這樣子 然後我覺得下意識 你聽到他這樣 一直這樣講話的時候 其實你大概知道他可能有些狀況 但我就在旁邊偷偷地觀察他 那他的身邊就是真的有個氣場 任何的人走過去就是繞路而過這樣 那我就看著他 我發現他的腳邊 有一個老舊的帆布袋 然後他裡面就有裝一些東西 那我就在更靠近一點去看 我就發現他那個袋子裡面 其實就有一些衣服 然後一件一件一件疊得好好的 然後他還有那個寶特瓶的水壺 而且那是用了很久的 因為寶特瓶用久了 他會柔柔 就是會比較不透明 然後裡面還 我還在猜裡面 可能會擺一些零食或是什麼 然後那我在看著這個歐巴桑 我發現他的腳就是 鞋子一直穿著一隻 然後他就一直在那邊 拿著公共電話的話筒 一直重複地講 講不清楚這樣子 那那個時候我就覺得很奇怪 所以我又真的越來越靠近了 然後等到我真的靠近到 我真的聽得懂他在講什麼話的時候 我那時候被他 我才理解他講的那句話是什麼 他講的那句話是說 我自己也做過這樣的事情 那我看到的這個人 他也在做這個事情 我們唯一的差別在於說 我還記得在房間裡面 吶喊說為什麼你不來接我 當我走出房間的時候 我會把門關起來 我會把情緒留在裡面 所以沒有人知道 我曾經發生過這些事情 但他可能稍微失去了 那個把門帶上的能力 所以他就這樣子毫無防備地 走到闖進了這樣子的一個空間裡面 然後繼續等待著 所以那個時候我覺得 這是對於我自己的一個 很大的影響是說 從那一瞬間我忽然間理解 好像我們跟任何的人 並沒有這麼不一樣 那如果說我們今天看到一些人 我們覺得他好像是 我們會不喜歡的 那有沒有可能是因為 我們擔心自己以後 也會變成那個樣子 如果我們能夠多看他們幾眼的話 或許就可以理解 其中的差異跟相同 那我們未來如果可以接納人家 可能會更簡單一點 所以這時候是什麼 變成說凶手是誰根本不重要 到底是誰的大便 對 這已經不是問題了 問題是你有沒有品味 你沒有品味這件事情 會為你帶來危險 所以這個就是那個大便人 就是那個同學 被叫做大便人 他所教我的事 我們都會說 我們有天啊 我們要去看